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不分男女老骚而且不分国籍都能欣赏的 艺术的东西真的是没有过见 我是在20年前我在广播电台服务 然后主持一个节目叫台湾民谣 然后有听众给我写信 希望听到南管 所以我才去采访 然后才知道说有一个乐种叫南管 那么后来就发现这个南管音乐很不同凡响 所以就有了兴趣 去学习它觉得它很有研究的内涵跟价值 所以就投入 重建这个南管的推广工作 我想陈美娥女士的歌唱 可以用一个古书里面的例子来讲 叶辅扎落 段安杰 唐代等 他写这个任志方的第四个女儿 歌唱艺术 他说 如从容中来 那个声音好像是从幽静当中 很自然地发生出来的 都像是人为地把它唱出来的 南管音乐 我们现在是认为它是最古老的音乐 前年古乐 那么如果在它流行的那个时代 唐宋宁坚来说的话 也可以说就是当时候的艺术歌曲 或者会主歌曲 或者世代夫歌曲 当时候是最精致的一种音乐 所以南管这种音乐 把我们中国的这个语言和音乐 可以说融会到完全无间的地步 我生长的一个家庭背景 其实跟音乐有关系的 因为我的深深的父亲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琴师 我的杨某就是我的姑姑 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歌在戏的演员 我的童年 就是跟着我的姑姑跟鼓掌 就这样子浪荡江湖这样过来 我从16岁开始入播音室 一直到我19岁 我就自己编剧 自己写剧本 然后自弹自唱 就是一个人做很多种角色 就很像大使 布袋戏 黄俊雄的那个电视布袋戏 非常风光的那个时代 陈美娥在14岁的时候 得了败血症 被当时的医生宣称无救 然而巧遇贵人相助 带她遍访名医 历经万难 终至痊愈 陈美娥就是在这位恩公的鼓励下 与她的四哥 陈守俊先生的经济支柱下 与南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台南有两个南馆社团 郑生社与南生社 陈美娥是在南生社开始学习的 为了钻研南馆 陈美娥曾经到过东南亚百事学艺 并身赴大陆进行田野调查 她可以这么说呢 以自己呢 来讲都是南馆的代言人一样 她把南馆的这个担子呢 一间挑起来 我想她那时候的打算 大概用她的青春来 当南馆的义工 大概在十五年前呢 她就有一个机会呢 她就来找我 她就跟我提起 她对南馆音乐的这个研究 还有探讨的这个工作 她很有兴趣 我说你能不能支持我 让我不要工作 那么这个南馆呢 我除了学习它之外 我要研究它 那么既然要研究我 可能就不要再去 从事其他的工作 你让我专心意义好好的 去认识南馆 既然她对南馆这方面的这个 方面她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 那么我也答应了她 她知道我在做什么决定都 好像都是一定要做的 反对也没有用 所以她就支持我 让我吃掉那个工作 而且也不再做其他的工作 就专心意义的去专业南馆 以后呢 我知道她除了南馆的这个演奏 南馆的研究以外呢 她也从事了这个南馆音乐的住宿 她也写了一本书 那么对于她这么有心的 这一个研究 那么我也深深地感动 作为一个南馆人 单单会演奏 会演唱是不够的 因为如果这个音乐 只是一般的音乐的话 当然它的艺术上的表现 是最重要的 可是当这个音乐 它背负着 它有历史的那种意义 或者它有学术的意义在的时候 我觉得作为一个南馆人 就必须要很了解 我们所喜爱的 或者我们现在在从事的这个工作 它到底它负有什么样的一个 历史意义或时代的意义 那么当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受到很多这种学者专家的肯定 都说你们这个音乐很古老 好那么请问你知道 你们这个音乐其人于何时 那么我们都压口无言 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 南馆到底 它的历史定位要定在哪里 由于受到国外学者的刺激 陈美娥觉得做一个演奏家 或演唱者是不够的 因而在民国七十一年 随同南申社自欧洲表演返国后 便在哥哥陈首俊先生赞助之下 成立了汉唐乐府 致力于南馆音乐的推广 传承与研究的工作 音乐 我成立這個漢堂樂府 希望的就是培養演奏跟演唱方面的人才 那麼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這些人才能夠往研究的路去走 因為你這樣子藝術配合學術 這樣子兩方面去相輔相成 才能夠建立真正的難關的學術地位 那麼也才能夠真的為中國的民族音樂 漢民族的音樂去建立他的應該有的尊嚴 由於陳美娥對南館痴狂的熱愛 也影響了他的家人 陳美娥的哥哥陳守俊先生 因為南館而結識了大陸泉州南館名家王欣欣小姐 我從小因為從小在可能是受家庭的影響 我們家裡的人是我爸爸大哥啊什麼的 都是在都是非常喜歡南館 所以我從小懂事以來我就跟他們學南館 後來就正好我們那邊在招生 藝術學校在招生南館南館專業班 那時候我就去報名去考試 到現在 就我懂事到現在都是在唱南館 所以我對南館是有 是有非常深的感情 當1989年我們到大陸巡迴演出的時候 我第一次跟阿欣見面 那麼我跟她的見面是由陳美娥小姐她的介紹 當我第一次跟她見面以後呢 我就對她有一個追求的目標 所以說最後呢 這個黃天不復苦心人 終於我們兩個能夠很順利的能夠結為夫妻 她也能夠很順利的到台灣來 我想這是老天爺對我最大的這個這個見故吧 現在王欣欣小姐 除了正式成為陳美娥的嫂子之外 並且是漢唐樂府的重要台柱之一 陳美娥的嫂子之外 是由陳美娥的嫂子之外 阿欣先生本來從事建築事業 因為贊助妹妹的南館事業 除了提供金錢與精神的支持外 更可說是以深陷南館 就從十幾年前陳美娥小姐 她介紹我跟南館認識以後呢 我就經常有機會跟漢唐樂府 來接觸這個南館的一個表演藝術工作 那麼我們也經常有機會 受邀到國外很多國家進行巡迴訪問工作 那麼我在訪問工作當中呢 我深深地感覺到 國際上有很多學者有很多專家 她竟然對我們的現在保存的 這種南館的表演藝術 她們一致非常的遵從 一致非常的尊敬 那麼我也感覺到深深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呢 是非常的光榮 所以回來以後呢 我就鼓勵陳美娥小姐 就更努力的更積極的 為這個南館這個推展的工作 發揚的工作繼續努力 陳美娥的女兒也就是她的養女 陳倫杰 目前正準備考大學 我跟我媽從小 曾經有六七年的分離 因為她為了要開辦她的南館事業 所以就北上發展 所以說我也是南館的受害者 因為那時候我正好是非常需要 母親的關愛 結果我的媽媽卻因為為了事業 所以要北上 那時候我也非常不能夠理解我的媽媽 我覺得她為什麼會要把事業 看得比一個孩子還重要 陳倫杰在母親長年的薰毫下 對南館音樂也漸漸登堂入室 我小時候聽南館就覺得 這是音樂也是很普通很平淡 好像似乎沒有發展的餘地 為什麼媽會這麼熱心地投入 我雖然不排斥她 但是我也不是說抱著那種非常熱愛的心情 可是漸漸長大之後 我就可能越慢慢接觸這種 然後就感覺她有她的美感 其實她的前身在更古代的時候 她是非常美的一種音樂 但到我們這個時代就沒落成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就也不能說有抱著大的志向 就是希望我們 希望就是可以 以微薄的力量來幫助她 南館音樂吸引人的地方 它的美是一種內涵的表現 那麼它是很深層的 它不是很浮滑的 浮面的東西 所以你剛剛接觸南館的時候 也許要太進這個南館的這個門 門檻好像蠻高的 但是你一旦你進了這個門之後 你不可自拔了 她這個音樂太迷人了 這是我們的南館固有樂器 這個叫琵琶 它是四條弦的 這個是洞梟 這個是二弦 還有一個樂器叫三弦 這是南館上市館的特有樂器 那這個南館音樂 它的發源很古老 要為它溯源最早 可以到先期 那麼隨著歷史的變遷 它就保存在閩南的福建 之後呢 又隨著福建先民 流國到海外 東南亞 到了台灣 我想南館呢 它是 恐怕是兩岸 都十分喜愛的 你們古老的藝術 像我們從事藝術史研究 從事音樂史研究的人 常常喜歡把它叫做 音樂史的活畫史 因為它把很多古代 到現在已經看不見的 這些藝術表現 還一直保存到精神 譬如說從它的樂隊組織 我們可以追溯到它 有漢代相和歌曲的這種形式 我們從它的樂器的形式 從它的這個 咬字吐音的歌唱法 乃至於呢 曲牌的結構 乃至於這個 曲牌連套組織的方式 都可以肯定它是有這個 唐宋大曲的這個影響 我唱四個字 《襯賞花燈》 這是國語發音 但是南館語樂曲 都是用閩南鼓音來演唱的 《探秀回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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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多年,我看到的對於民族藝術公佈的差不多都是有一定的單位、一定的機關、一定的國家機構在那裏提供一些條件。 可是美俄他們不是那樣的,他們是靠自己,特別是美俄的各個這樣的人。 能夠他們用家族的力量一心一意地就想把這個當作自己的事業,這個十分難得。 陳美俄小姐她這些年的努力可以說有目共睹,因此她在南館界也受到非常的重視。 因為她是有理念的,她又是全心全力地在奉獻南館的。 包括最近她的哥哥呢,也成立了一個漢唐文化中心。 那可以說呢,就是要把南館音樂呢,有一個經常活動的地點來推廣給我們這個社會。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就是要把這個永生資料做保存。 因為南館音樂它保存有這種質譜大曲,有六十多套。 總共的時間應該要有兩百五十個小時的這樣子的唱片的製作。 那麼我們未來的這十年就是要把所有的現存的南館的這些製埔大曲,全部做有生資料的保存。 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欣賞,那麼也能夠擁有。 還有一點就是做研究方面的這種資料的供求。 我們藝術史研究者,音樂史的研究者,只能夠把東西寫下來,把情況做一定的文字描述。 但是真正把這些音樂保存下來的是他們。 如果實際的演唱沒有了,在音樂生活當中不存在了, 那麼我們音樂史的記載也是空的。 我覺得做南館的研究是非常值得的。 值得用我的一生一輩子去追求。 音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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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是人的靈魂 有了文化的经脉和艺术的灵魂 人生将是既丰富又满足 点灯的人这个节目 就是要报道社会上 默默为文化耕耘的一些小人物 因为他们的努力 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 更和谐 希望更多的人 能加入他们的行列 谢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